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关于本章的第八节 名称叫做源泉扣角 它实际上说的这个源泉扣角 那当然针对的是非居民企业 特别是媒社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它的所得税由谁来进行源泉扣角 代扣代角 这个规则其实我们在前面的多处都已经提到过了 所以这单作为一节基本上没有考点 那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是未设机构场所的 这个源泉扣角的扣角义务人是谁呢 刚才我们说了是支付人 支付这个利息股息红利 这些国内的居民企业 另外对非居民企业在境内取得工程作业劳务所得 那他要交税的时候 没有机构怎么办呢 这依然是指定工程的叫做 价款的支付人 劳务的支付人 那么这个和增值税里面所说的购买方 实际上是一致的 作为扣角义务人 每次扣角的税款 应该是在扣角之日起7日内绞入国库 所以在这一节当中内容非常简单 了解即可 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是关于本章的最后一节 叫做征收管理 总的来讲 这一节的内容是比较简单的 在我们这个考试当中 这一节涉及的考点非常少 首先来说一下关于征收管理的一些相关规定吧 都是一般考点啊 地点 居民企业 那当然就是注册登记地 那要没在中国境内注册呢 那就是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另外就是在中国境内 设立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 那这个时候营业机构应该是汇总交税 而纳税的期限 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 然后呢是分月或者分季来预缴 现实生活当中分季的比较多 然后年终汇算清缴多退稍补 自年度终了后 至日起五个月内 是它的年度汇算清缴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都要报送相应的 这个纳税申报表和财务报表 如果要是遇到了企业清算 清算期就是一个纳税年度 清算期是按照年度来对待的 好 纳税申报当中 按季度预缴 一般是季末终了15日内 那要有企业所得税 季度预缴的申报表 那同时要报送相关的财务报告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提到了 叫做跨地区经营的问题 这个教材309页说到了 这个企业所得税 遇到了有分支机构 还有总机构 这时候他们实行的 叫做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规则是这样的 就是统一核算分级管理 就地预缴 汇总清算 财政掉库 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那我在这提一下 它适合于跨省设立了 不具法人资格分支机构 因为我们企业所得税是 以法人作为纳税人 这些分支机构呢 按说它不是法人 那按说它可以不交所得税 但是你别忘了 跨省是吧 你在别的省来设立分支机构 你在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享受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 交通啊电力啊公共资源 那你说你在当地 一分钱的税都不交 然后都回到你的总机构交税 合适吗 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出来了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 那对汇总纳税的 它有预缴的时候汇总 是吧也有汇算清奖的时候啊 那在这呢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总机构和分支机构 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汇总纳税的企业 是吧 50%的税是总机构承担 50%的税是各分支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总机构承担里面 50%当中又一半一半 25%是就地办理交库 另外25%是交这个中央国库 所以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叫做财政调库啊 那就是属中央的属地方的 而这个50%是分支机构就地交库当中呢 分支机构啊 它就要分摊所得税款 你总共分支机构是承担一半 是吧 假如说你在八个地区都有分支机构 那你这八个地区承担总共的一半 那你要四个地区有分支机构 那你四个地区承担总共的一半 所以呢总分是各一半 分支机构不管你有几个 那你们是共同的承担这一半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 那这分支机构要共同承担 我怎么把这个一半在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分摊呢 这里要注意选择题的 那就是有三个权重要素 或者叫权重因素来进行分摊 第一个呢是营业收入 第二个是职工工资 第三个是资产总额 那这三个权重 它对应的权重系数也不太一样 其中呢营业收入是35% 是吧 而这个职工薪酬是35% 另外就是资产30% 所以加起来呢 它是一个100% 那在这怎么分摊呢 那就是按照35%的权重分摊这个营业收入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营业机构的收入 占各分支机构营业收入的这个比重是多少 比如说我占了60% 好 60%再乘以0.35 这是你的权重系数 所以收入比正再乘以它占的权重系数 那么以此类推 薪酬比重占权重系数 然后资产比重乘以权重系数 这样呢整个出来一个分摊的比例 是吧 那么有了这个整个的分摊比例了 我们再把所有分支机构分摊税额的总额 那就是总税额的50% 乘以我这个机构分摊的比例 那可以说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以前出过一次综合题 仅此一次 我后来再也没有 所以呢 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现在考试的命题思路上来讲 不是大众化的 不需要大家掌握 那在这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 关于本节当中提到的 合伙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那我们说合伙企业呢 是以每个合伙人作为大税人 每个合伙人 这合伙人是什么性质啊 他可能是自然人 那么合伙人你就交个人所得税去 那也可能合伙人是法人 那合伙人就交企业所得税去 那这样的话 合伙企业 他的每一个合伙人 对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是什么呢 叫先分后税 先分到每个合伙人 然后去交他们对应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去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合伙人在计算你自己的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那就是合伙人是法人呗 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来抵减他的盈利 这是合伙企业的 是吧 那是合伙人自己单位的 这是不能互相来进行亏损弥补的 那我们在这就是了解一下合伙企业的先分后税的顺序 好 我们来要说的第六点是今年教材新增加的这么一个内容 这个并不是新政策 它是2014年的总局公告38号 那针对的是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的管理 那也就是说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所得 我们以前就有信息报告的要求 只不过呢 这个要求不够细致 那同时呢 它也不够规范和具体 所以咱们的目的很明确 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规范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报告的内容 以及报告的方式 除了这么一个就搁到我们今年的教材上了 在教材的叫做312页 但是从我们考试的角度 这个也是一般了解即可 那在这到底应该了解什么内容呢 咱们先知道一下 居民企业成立或参股外国企业 或者处置已持有的外国企业股份 或者有表决权的这个股份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而且按中国的会计制度可确认的 应该在什么呢 企业所得税预缴的时候 注意预缴的时候要填这个 叫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的信息报告表 这是预缴的时候 那什么情况要填呢 我在这不一一念了 我在这只是强调一下 他所提到的这种参股的比例 有表决权的比例都是百分之十 都是百分之十的比例 这个和我们后面要学习的 关于第十一章 那个国际税收里面 那咱们要涉及到间接抵免 那个比例都是百分之二十 这是不一样的 咱们说的这个百分之十是要求你 要提供相关信息报告的条件 是参股百分之十你就要提供 好的那预缴的时候提供的是 参股外国企业的信息报告表 那我们再说在年度申报的时候呢 这个是年度申报的时候 他所要提供的呢是下面的表 叫做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 这个跟刚才不是一个表啊 但是呢这两张表可以说 都是要进行提供的 另外纳入企业所得税抵免范围的 外国企业或者符合规定的 受控外国企业 按照中国的会计制度编报的 年度独立财务报表 也是呢需要在年度 这个申报的时候提供的 但这个呢主要是外国企业 好的关于这个内容新增的 了解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表 教材的313页 那这张表呢是在2014年 关于这个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 公告当中啊 进行调整以后的新的 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那这个修订在企业所得税的 纳税申报表里面 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咱们现在的企业所得税的 这个纳税申报表 主表有一张 这张就是咱们的313页的 另外呢还有6张明细表 还有15张的调整表 一张的补亏表 11张的优惠表 4张的境外所得的敌免表 2张的汇总纳税表 所以加起来啊 还有一个基础信息表 41张表 所以真要在我们实务当中啊 进行企业所得税的年度汇算清缴 是一个挺麻烦的事 那我们考试比实务 对企业所得税的要求表简单的多 特别是咱们教材上的列出来了 这个就是A类表的这个主表了 所以呢 我在这儿啊 也把咱们内容都讲完了 再给大家把表的结构啊 来进行一下思路的梳理 这个表的结构呢 我们曾经在讲第二节 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就带着大家看过了 那它的结构 前13行是会计损益表的内容 从会计损益表上搬过来的 那么年度的利润总额 在这个基础上 先减去境外的 然后加上调增减去调减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这些内容是我们考试当中的重点 然后再减去免税的及加扣的 所以你看加扣的在什么地方呢 加扣的是在调整项目 利润以下的都是调整项目了 好 那我们境外所得也可能在综合体里有啊 刚才我也举了例子了 这样呢 你都调完了叫调整后的所得 在这个基础上 减去所得的减免 税基式的减免是在所得里扣除的 然后减去亏损的弥补啊 这也是我们容易在综合体里面的 好 有了这个 所得 是吧 就是调整后的所得 在减去所得减免和补亏 叫做应纳税所得 那么在这个所得基础上 成税率算出来的是税额 是吧 税额还不够 那么税额还有减免税额和抵免税额 抵免税额 这可是我们在考题里容易出综合题的 主要呢 是购买这个环保节能节水专用设备 投资额10%的这个抵免税额 好 那我们 有了这个 叫做 应纳税额 减去减免和抵免的之后 就出来应纳税额 这个应纳税额是境内的 境内的 再加上境外的 这个该交的减去境外的 可以抵免的 才是实际的应纳税额 所以呢 这个境外的这块 境外的这块 也是我们在综合题里容易考到的 所以我画三角的 画这个星号的几个 都是咱们容易作为选项提问的 那尤其是作为选项提问的 这都是可以展开的 是吧 纳税调整额不是一项 两项 它有多项的调整 而纳税的调减额里面 像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像职工教育经费 都可能调减的是 以前年度的超标 所以这些一项一项的具体内容 就是我们综合题里面的 一个一个的提问 需要呢 我们在把握政策的基础上 通过练习 来熟练的应用有关政策 好的 我们企业所得税 这一章的内容 全都介绍完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这章的要点 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判定标准 两个标准 然后它各自有什么纳税义务 境内 境外都要交的 那就是居民企业 只就境内所得在中国交税的 是非居民 另外他们对应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注意还有叫优惠税率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全面掌握应纳税所得额的 是吧 计算与调整 注意啊 计算让你算出来限额了 但是不一定是我们的提问 我们一般提问都是调整额 所以调整额是税法跟会计的差异额 你还要把调整额算出来 不能光算个限额就完事了 然后就是居民企业的 那个查账征收的税额计算 考虑到优惠 考虑到这个境外的 那最后就是普遍适用的 这个优惠政策 是吧 它可以呢是单独的选择题 它也可以是结合着我们综合题来命题的 好的 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内容非常多 它是仅次于咱们增值税这一章的第二个大章 当然它比增值税的这个内容呢 可能还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所以呢 在学习当中 我们应该是听完了课以后 自己有吸收消化总结 同时要有习题才能够掌握 以综合题为主要命题点的企业所得税 好 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内容是有没有杂料的 所以我们就在试试坡与 看起来 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 那么多的一章的内容 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 那么多的一章的内容 感谢观看